民防部队发现有40栋建筑可能使用不符合防火安全标准的外墙材料 不过这些建筑已经具备防火措施仍然是属于安全的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民防部队在调查今年5月失火的卓元路30号工业大厦时发现 大厦外墙使用不符合防火安全标准的材料 材料是海外制造商通过本地唯一一家经销商进口 调查业发现有40栋建筑也可能使用了同样不合格的外墙材料 其中5栋经过检查后确定外墙符合规格 14栋被发现外墙不合格必须拆除有问题的外墙覆盖板 这些建筑包括淡殡天地、新加坡理工学院一些教学大楼、金文泰消防局等 其余建筑还在等待接受检查 民防部队已经通知所有受影响业主 并要求业主在48小时内转告他们的租户 业主必须确保在两个月内拆除所有不达标的覆盖板